香港70%的慈善机构属于中小型 他们默默耕耘 扎根社区 大缺乏知名度和社会资源支持 每日自我挣扎求全 他们所服务的对象 变相成为社会上弱势中的弱势 另外 1983年 本港社会工作学者将家庭是否常和朋友饮茶 定为量度家庭住户是否贫穷的指标 社会服务联会在2011年一个研究指出 间中度茶楼饮茶 是香港生活的必须条件之一 弱势人士会因为贫穷 身体或者精神障碍 害怕被歧视而避免出席饮茶等社交活动 牵缺人制交往 使弱势社群一方面 无法透过与人联系而获得社会资本 甚至被社会排斥 造成他们在心理、社会参与 和文化等范畴长期归乏 缺乏社会形同感 得閒去饮茶 以饮茶、关爱、传承为理念 创建独特交流平台 透过探访、互动及饮茶 以及饮食文化活动 让活动参与者 了解香港不同默默坚拥的中小型慈善机构 以及社企的社区工作 同时与受惠者交流 四个界别 每个代表一群体的得着和获益 受惠机构 令他们增加公众和机构的认识 增加社会资源 继续服务社会的机会 受惠者 享用餐线的赞助 同时轻松愉快的饮茶活动 让他们展现自己的不同能力 增加社会的存在感 认同感 以及自信心 公众参加者 开心独特的行线体验 加深了解 以及包容社会不同人士 协助传承饮茶文化 企业 非一般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开心难忘的体验 提升企业团队的应聚力和归属感 在活动中 学习新知识 新技能 唤醒参与者 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加深认识 以及关爱有需要人士 我们自2014年成立4年间 与超过40个跨界别机构合作 涵盖中小型慈善机构 公众人士 上市公司 以及财富500强 各大学 中小学 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司长级官员 超过1000人参与 超过40场活动 创造超过4000个服务社会小时 和社会共用体验 得闲去饮茶的特色 是以各式转换的方法 亦受亦予 Give and Take 让受惠者担当主角 展现他们的专场 增加社会认同感 和自信心 参加者 同时能够感受帮人助记的 开心独特行线体验 促进社会共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